宽240 斗点280 然后 Enter一下 OK 先做一个 然后再来底下这边的话我们往下追 大概追60 Enter一下 然后这边把它close掉 OK 好那再来的话 因为上面会有 要一个字 那你可以先打一个字上去 那复制之后的话字也跟着一起复制 之后再来改 可能会比较快一点点 不然的话 你们一个字一个字打 的话很花时间 那因为这个不是Word 他没有办法那么方便 那很希望 跟Word一样简单就好了 或者用Excel一样 当然他有贿赂Excel的功能 不过也是蛮麻烦的 那这里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增加一个 比如说我先打一个字 那打字的方法 其实这个打字上去也不是那么容易 然后我的习惯这样我会在外面先画 那往也是一样往那个右上 比如说我今天要先打一个1 然后呢把它选取起来 上面的话呢字的大小大概给 如果没有数字的话你自己打上去大概是18左右吧 大概18左右 18之后的话你按一个确定 记得你要选取啊按确定 然后这个字的话呢就出来 你就怎么样呢 把它再移到 里面来 移动的方式的话我教各位一个决定说 你可以直接 选他之后 按下滑鼠的 不是左键 是右键 移过来 移到适当位置之后的话放开 这边之后就有好几个选项 一个是移动到此处 一个是复制 一个是贴为图块 那这边我们选择那个移动好了移动到此处 这个位置的话就会放在 那如果太过来的话再一下 再点一下 然后按滑鼠的右键 把它稍微翻翻过来一点点 OK移到这边 好 如果说位置差不多了 因为这个地方你要算很精确 比较花时间大概放在中间就可以了 那再来就是说你用那个复制 把这个地方做一个那个 复制阵列 比如说基准点我选这里 然后一样 A enter 那我刚讲过 我们横向的话 给八个 八栏 然后从第2点就这个 点一下 OK那再来的话 我们纵向上面就有数字 你就再把这个地方 点一下 那怎么修改呢 其实你就直接 可以直接从这边修改 然后里面有一个物件 这边有个专门针对那个文字去做修改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出入2 直接按确定就好了 不要按enter 那这个字就修改了 一直类推 那再来的话呢 底下部分 你就直接 把这个地方 复制一下 然后一样的方式 把这边 基准点在上面 再来 A enter 那底下的话 复制 选取 空白键一下 那基准点在上面 然后 A enter OK10个 总共80个 80个 然后 空两个 第2点的话就选这里 可以点一下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先把我们要的雏形 框框线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的话 再分别把我们做好的那个图一个一个先放进来 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的话 那就看各位的那个 自己觉得 就美学 我想各位自己再把它 给它点颜色 颜色的话就自己再调一下就可以了 我可以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